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受光陽邀約來到了IKEA咖啡 表示說他們今天的公佈數據 可能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確實他們今天為我們帶來了IONX新的方案 以及S6車款正式上市的一個宣告 首先關於S6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派我們家的攝影女王小織女 帶大家來介紹S6 畢竟這台車比較適合女性 我先講講它的售價 這次他們S6公佈的售價則是82800元 這次在沒有扣除任何補助的情況下 如果扣除政府的補助 最低價可以來到48900元 然後同時如果你現在購買 它還有5760元的精品好禮送給你 好像是前面的手機夾 後靠背還有安全帽的部分 主要這次除了車輛之外 最大的特點在於大家想要了解的 究竟明年的換電方案會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這邊也講到 明年1到3月他們會提供一個新的方案 我先是在我們S系列的車款 就是說兩顆電子的車款 那我們推出換電免費799這個案子 那換電免費799 對於每一位車主來講 所以每一個月我們最高可以折頂 我們的換電服務費799元 那對於我們i1的這一個車主 就是單顆電子的系列 那我們的換電免費最高 每個月的折頂是499元 另外在12月的部分 他們也推出了超級想優惠的專案 針對i1的部分呢 最低扣除所有的補助之後是41700元 然後一樣有一個2280元的好禮送給你 再來在S7的部分 它在最高補助底下可以扣掉32300元 一樣會有一個4080元的精品送給你 另外我們最近才試的非常狂暴的S7R 它最高補助可以來到33300元 一樣也送你4080元的一個精品好禮 當然我想使用者一定很關心的 究竟它的佔部件的怎麼樣 這一次他們也公布到這個月值 他們已經建置了709站 那今年年底他們預計是可以達成1000站 所以現在剩一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應該是有機會 因為他們有很多站點 其實都已經建設好了 只是在APP上面 可能在一些法規認證上面還沒達成 所以它在APP上面還沒有顯示 另外他們尊榮換電服務 這次也增加了幾個據點 來到了39個行政區域 尊榮換電的部分 那在六都的一個服務的營區域 我們又增加了三個的中冷換電的一個區域 尤其在我們台北市的部分 我們增加內吳區跟文山區 在台中市的部分 我們增加北屯區 介紹完這些比較嚴肅的方案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消費者買車 墊墊荷包最在意的點 好當然回到今天我們的發表會的重點 S6它正式的發表 我們今天透過小之女佩佩 它一五幾的身高來帶大家了解一下 女生怎麼看待這台比較適合買財的車輛 哈囉大家好我是佩佩 今天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身旁這台S6它的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規格 和一些小小資訊好了 從它簡報上面的規格數據 來跟大家介紹起 首先它的動力馬達是6.5KW 那在急速呢是88公里 那0到50呢4.2秒 雖然說身為女生的我是不是很在意 但是我覺得其他騎士應該 大家應該都還蠻在意的吧是不是 那輪圈呢 它這次換上了16吋的輪圈 在城市操架上面 靈活度會更加的提升 然後續航力有155 那我覺得它剛剛 剛剛有提到它的急速是88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正常的行駛 像我就是那種不飆車的人啊 我覺得這個一五五說不定有可能會再更長一點 介紹完規格數據之後 接下來我幫大家複習一下它這一次的外觀囉 那因為這次的外觀啊 上次RBen已經有幫大家講過 所以我就稍稍帶過就好 它在前面板的部分 跟它的老大哥S7R一樣 是採用這樣相同的設計 那在燈具呢 它也是全車採用LED燈 然後剛剛提到啊 它的輪圈這是改用12吋的 那我想啊 這一點在像我個子比較矮的人啊 或者是女生在騎乘的時候 一定會相對的更加親和 因為它的車身座高降低了嘛 好我們往後看一下 車側的部分呢 這裡呢 上次阿妹也提到過 他這裡有做一個凹槽 讓這台整台車啊更加流線 那看到車尾這個部分啊 因為它這次採用的是隱藏式的後扶手 所以相對在車尾的部分呢 也是流線許多 那這一次S6它的座高是750mm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乘坐看看它的座高吧 在我正常的座姿來講啊 我154cm的身高其實是需要小小微點腳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整個車重啊 並不會讓你覺得腳的負擔壓力很大 我覺得這點倒是蠻好的 好 那 因為剛剛提到這台車它有使用省力中柱嘛 所以呢 我現在就來幫大家測試一下 它的省力中柱到底有沒有真的很省力 好的 我覺得其實還OK耶 讚讚的 但是啊 因為它車身尺碼有稍微略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身體比例比較小嘛 對我來說是稍微有一點點 小困難 但我覺得以正常來講的女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精品的部分嘛 所以呢 我現在就來帶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精品有哪些東西囉 首先啊 除了安全帽這裡實際沒有展示以外啊 其他的像這一個手機座架 大家過來看一下 手機架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是這種彈簧式的 然後還有後面這個小靠背 後座的小靠背 它也一併附給你 我覺得這個靠背其實還蠻好看的 我剛剛一進場的時候就是被它吸引到的 來來來 它後面還有一個Ionex的字樣 而且你用摸的 它其實是有點微凸的這種印刷 我覺得個人覺得質感還不錯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三個顏色 首先呢 在我左手邊的 灰色 然後 再來 白色 我覺得它這個白其實是做的還蠻漂亮的 因為你看 近看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有點珍珠光的那種金色 最後呢 就是我覺得應該還蠻多女生都喜歡的 粉紅色 它那個粉紅色啊 也是有一點珠光粉紅 所以我覺得 也是蠻吸睛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這一次S6的正式上市記者會 還有它的新方案所說的介紹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ry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